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7月1日 今天是星期六 來到7月1日 香港時間 晚上 我們跟大家繼續揭露香港時事 這節不是要說香港 但是為甚麼要跟香港有關呢 就是因為7月1日 是這個 香港慶回歸 北京跟親建制人士 就是用慶祝的慶祝 我們當然是叫做辣慶祝的慶祝 昨天跟大家說過 7月1日對於 是 獨裁者 對於當權者來說 絕對是一點也不老禮 話口未完又發生事情 不過並不是 發生在香港 而是發生在 江西 江西 的化工廠 忽然之間發生強力大爆炸 這邊廂 香港就在搞 國旗旗海慶回歸 光西就來過 煙花會演 不過 就是化工廠大爆炸 這件事當然有幾個 重點 我們跟大家一一詳細說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一共是兩個戶口 後備 主頻道就是升旗易得道 記得訂閱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也是 很需要 支援 雖然我們是有免費模式 但是如果經濟能力許可的 我們希望大家 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也希望這件事成為習慣 因為我們始終是一個媒體 是牽涉很多人手在後面 我們一直都是非常致力於要健康長遠發展 因為 我們不知道 要鬥多久 真是要鬥長命 我們也有免費模式 希望大家記得幫忙支持 請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這個是免費模式 希望 就是所有的聽眾 包括已經 訂閱Patreon付費的朋友 也記得幫忙支持 你要做的也很簡單 10秒就已經做了 不用那麼久 直接 威脅 打開播放 希望大家記得做 今天是7.1 我們當然也有 跟進的行動 稍後再詳細說 我們這節繼續回來研究7.1 7.1對當權者特別是獨裁者 特別是不利 因為7.1 就是起義 普通話的鞋韻 結果 香港7.1慶回歸 江西化工廠來過大爆炸 炸出了一個新中國 經常都有這句 說法 其實這個說法差不多說了 十幾年了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的東西 一直是為人所救病 中國大陸的會爆炸 已經 是一個千古不變的定理了 中國大陸製造的東西 為甚麼會經常發生爆炸呢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為 沒有任何的 規則監管 因為貪腐 所以只要給桌子看錢 就可以做很多 非法的事情 包括製造 劣質的產品 存放危險品 只要有貪官一天 這些事永遠都會發生 當然 不是永遠沒有貪官的地方 不會發生 但是如果 負責做中立 負責做監察的人 自己監守 自盜 有甚麼制度可言呢 沒有制度的時候 不是說 是不是在自嗨那種 不是說你 有制度 很stubborn 只懂得跟制度行事 而是說 有制度的時候 其實是社會整體得益 因為大家要跟規矩 其實跟你叫做遵守交通規則是一樣 當然我們知道 有些時候 不遵守規則 你好像可以走快了 但是 整個路面 例如是市區 有那麼多車那麼多人 如果你又想貪快 我又想貪快 紅燈 照衝 綠公仔 照衝 明明應該讓右邊的車先走 不管了 我想快 我又先轉 你想想 其實就是一個大混亂 其實一群叫做愛國的藍絲 經常說 走後門有好處 其實就是他們說 他們想自己有得違反交通規則 其他人 就要遵守 這樣 才是有效益的 其實這個做法 當整體都不遵守的時候 效益就失去了 你覺得走後門 就是人家排隊 你不排隊的時候 你就覺得自己快了很多 根本全世界有你沒有你都不排隊 在鬥爭的時候 就是全部 整體 是沒有任何益處 其實中國大陸 老早就超過了效益 那個階段過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根本 這個 現在中國大陸在做的事 就是最惡劣的競爭 所以這個直接解釋到 為甚麼中國大陸 不停會發生這些事 因為 不需要監管 可以走後門 這個江西化工廠 不用說了 當然 不需要 跟規則 存放了大量的化學品 才會發生大爆炸 還有安全守則 也不用跟 結果當然是慘了 爆炸威力 相當之驚人 只看畫面也知道相當之恐怖 雖然未必能及得上天津大爆炸 還有更加神奇的東西 更加神奇的出現 就是 化工廠 發生大爆炸之後 連消防員 也不敢進場 要退避三社 更加神奇的東西出現 發生一個如此嚴重災害的現場 而且這件事是剛剛今天發生 真是厲害了 最厲害的 是有關當局 都未進行搜救 未夠熄過大火進入現場 已經 可以叫做對外公佈 說這次是零傷亡 是不是很厲害呢 他們 在現場的探索能力 了解現場的情況 簡直比全世界的所有搜救隊 更加厲害 第一時間就已經能夠斷定裏面沒有任何人 立即令人想起這個叫做河南水災 河南水災跟你說了死了好像不夠10個人 只是 在隧道裏面挖出來的車輛 就已經有幾百架 但是跟你說死了不夠10個人 不知道到底那些私家車裏面 裝的是甚麼 是機械人還是AI 中國大陸模式 所以為甚麼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可以和大家斷定 香港如果中共不倒下的話 這個地方是注定 一定是不會復活 一定會變成跟國內城市一樣 遲些 天津 江西 一樣會發生 就算 大亞灣核電廠 真的出事 也跟你說沒事啊沒有傷亡 核輻射 你看看日本 日本不是更多 我保證 香港今時今日 那些人渣官員 做個垃圾會一定說得出 大亞灣小事啦 福島更危險 保證 他們說得出 7.1又發生 這樣的 大爆炸 一而再 再而三 敏感日子 這個真的是天津 也不是站在中共那邊 訪問一下藍絲 他跟你說 今天要慶回歸 對於 江西今天發生大爆炸 又問一下 有甚麼看法 是不是 高速發展 現在內地 是不是經濟蓬勃 是不是高校政府 高校到 輸入外勞 問都不用問你 即時就來 發生大爆炸的時候 你們被坑殺的時候 他們又是跟你說 凌傷亡 沒事 沒有人失業 沒有人受到愛勞影響 7.1第一擊 叫做慶回歸 辣慶慶慶 江西來過超級大爆炸 他們以前的假面具都撕下來了 他們以前對著藍絲 就是扮了 就是關心人民 實際上現在他們的面具被撕破 那麼關心 不要搞慶回歸啦 去鎮災啦 去了江西 現場考察視察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沒有人死 這一節 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話題 要跟大家說 留意 今天我們將會有特備節目 大概的時間是香港時間晚上10點半 直到11點這段時間開始 我們因為要視乎一會的情況 大家記得留意啦